好,我们接下来请旅学章委员咨询时间8分钟 那么旅委员咨询完之后我们就处理临时提案 那么临时提案有一件我们就处理了 好,这个请各个党团自己赶快动员人 主席,各位委员同仁 列席的各单位的首长 请主席邀请陆委会夏主委 好,请夏主委 六委员好 主委好 早上我在委员会也坐在台下也听了 我们立法院的委员同仁 有问到说 为什么 为什么马总统这次到新加坡 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 为什么不搭空军一号 而是搭这个朱用 明航机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我想 有好几个原因了 主要原因当然是我们跟新加坡之间并没有邦交 空军一号代表我们主权象征 在对新加坡来讲可能是有一些困难 我想这是原因之一 第二个是我们如果包 租了这架飞机去的话 可以帮我们的媒体朋友解决他们很多的困难 所以我们就带着媒体朋友一起过去 我想这也是另外一个使用商用飞机的原因 那因为我之前有陪同马总统到这个美国哈佛大学一演讲 然后到这个多米尼加 还有海地 还有尼加拉瓜共和国 去做国事的一个参访 那这三个国家跟我们都是邦交国嘛 对不对 那一方面当然是说这个空军一号的专机 或是说它的容量是不是这么大 那我们我看这一次我们那个媒体记者 蜂勇而至 这么多 我想这个租用这个民航 民航机啊 也是其来有致啊 也有潜力可循 这跟这个应该没有直接的一些关系 对国格上来讲啊 并没有差别 最重要的是 接待国 他们对我们是不是重视 我想这个才是重点 第二个我要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两岸从1949年到 今年2015年 已经相隔66年 那1987年的时候 我们台湾解除建言 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嘛 是 我们两岸是从隔绝到交流 从探亲到观光 是 从对次到协商 所以两岸的互动啊 是越来越频繁 那2008年 国民党重新执政以后 马总统也提出 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 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一个现状 还有九二共事 一中个表的基础上 来推动两岸交流 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啊 历经了十一次的两岸两会的高层会谈 从三通包机直航 到开放大陆人士来台观光自由行 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签订 司法互助 还有定期航班 经济合作架构 协议 ECFA 到去年的两岸福贸协定 及互设办事处的争议等等 事实上 我们已经签订了二十几个协议 这个过程当中呢 当然是两岸的关系 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那我要提到这一次的 这个马席会啊 其实大家都是在写历史 我相信历史会记上一笔的 那当然 对一个在野党来讲 的党主席来讲 他认为说 我怎么这个头箱被你抢去 所以他才会很讶异的说 这次是突袭啊 你觉得我们这个马席会 我们是用突袭的方式吗 我想马总统的用意是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制度 因为两岸之间从两会开始 到事务所长会谈 见过六次 我们认为时间也这个 差不多成熟了 可以让应该让领导人 能够这个见面 所以这次的整个规划 时间虽然很短 可是我们对于国会的通知啊 都是有一个既定的计划 其实我们本来已经准备在 四号的时候呢 要陆续的向这个院长 向各政党的主席 以及向各党团啊 要做报告 在报告这有关马席会的情况 这很遗憾的是 在前一天晚上 被媒体先行披露 而且 那媒体说是这个 王院长啊 这个泄露了 那后来王院长说啊 我是 马总统打电话给他 或是曾永泉秘书长 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并没有谈到 是马总统打给 马总统打给王院长 并没有说什么事 对 所以一个重要的事情 请毛院长 所以王院长也证实了 说当天深夜 接到媒体的讯息 才知道说 是马席会的问题 要谈嘛 所以这也不能 绝对不能把 侮赖这个王院长 我想这一点 不要让人家 见缝插针了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 两岸领导人的见面 这是 马英九是 当然是 不二人选 第一人嘛 66年来的第一人 这是铁的事实 那当然他也有说 这个 回国以后啊 愿意 依照宪法征修条文 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 到立法院来啊 做国情报告 那事实上呢 我们在 一百 应该是2008年的时候 立法院司法法治委员会 也有提案修正了 我们立法院 职权行使法 针对总统到立法院 来做国情报告 我们的方式 比方说 一个就是总统 另外一个就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四分之一的提议 可以邀请总统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 那但是那国情报告的内容啊 应该三天前啊 要送交立法院来 那当然也有一些程序上的问题 比方说 你这个发言的时间 各个政党要派多少人 然后是用这个 这个要经过政党来协商 但是有一点 是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因为要避开 宪法的一个争议 所以啊 总统国情报告之后 如果立法委员 对这个总统的国情报告 有一些疑问 那他可以呢 来做发言 那总统到最后的时候 可以做综合的一个答复 换句话说啊 就是没有 疾问疾答 那如果疾问疾答 就变成是 咨询了 这违背宪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有违宪之余 那我提到说啊 那立法 我觉得很怀疑的就是说 那总统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愿意到立法院来做 国情报告吗 据我的了解 总统是非常乐意 如果立法院邀请 根据这个立法院 这个直选行事办法 宪法的规定 他愿意来这边做 那我们国民党团 明天啊 也相信 这已经有提出来了嘛 那四分之一的提案 也应该送出来了 我们相信啊 在这个部分 我们一定会啊 来邀请啊 正式邀请他 我们也希望啊 民进党 或在野党的 各位立法院的同仁们 不要因为 这个意识形态的抗争 大家都很关心啊 你不是要公开吗 要透明吗 他总统愿意到立法院来 做国情报告 就给他说清楚 讲明白 各位如果有疑虑的话 也可以来跟他做一个讯问啊 这很好的一件事情啊 是不是针对这个部分 也呼吁啊 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同仁啊 明天啊 真的不需要 再做恶意的一个杯葛啦 我们想 我们马席会 对整个台湾的永续发展 对两岸的和平 永续和平 绝对有帮助的嘛 全世界现在都知道 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之间的领导人在见面 也提升了我们全世界的知名度啊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希望呢 大家用正面的看法 来因应啊 目前这样一个情势 好不好 是 好 谢谢 谢谢 请回 好 谢谢 李委员 我们现在 这个先处理临时提案 临时提案处理完再继续寻答 那请宣读 这个临时提案 总共四个案 委员陈其迈 李俊逸 段宜康 姚文志 庄瑞雄 提出临时提案四案 第一案 为善尽国会监督职责 并落实人民对马席会 应透明公开之要求 大陆委员会应于三日内 提供马席会筹备工作记录 及十月下章会谈之会议记录 与本院内政委员会全体委员 第二案 针对大陆委员会 预计